大家好,我們上個星期學了這個星期的日文 那今個星期學什麼好呢? 不如說一些關於時間上的日文 但是我並不想說1點、2點、3點是怎樣說 因為那些數字已經在上兩個月說了很多次 因為數字是有點悶的 我覺得 那如果不用數字去表達的話 其實我們有時候可以說是 早上、下午、夜晚、現在等等 亦都可以用日文說的 第一個 是現在的意思 然後 就是幾點、幾分的意思 那你在前面加一個數字下去 譬如1點01分的時候 就是 那數字那裡也會有少少變音的 但是這裡我就不詳細說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學了我數字變音的文法 那裡 或者可以Google一下時間的日文 是怎樣讀先的 那在時間上面 如果30分的話 我們可以用 一半 一半 是解30分 那樣的 如果你想問人家幾時幾分的話 然後呢 就加一個 南 上去 就變成 南字南分 那你留意這裡分 有時候會有這個圈圈的 那為什麼呢 詳細我們這裡的影片不說了 也都是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尋一下變音先的 然後一個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 早上、下午、夜晚 早上的日文是 朝 朝 下午是 昼 昼 夜晚呢 有兩個讀法的 第一呢 就是 班 又或者呢 你可以讀 夜 夜 好那這裡呢 加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就是你想說 每一朝 每一個下午 每一個夜晚的時候呢 你可以加 在前面 每 就會變成 這樣用啦 如果你想說每一天的話呢 你可以說 那如果你想說是昨天的早上 或者昨天的下午呢 這個用法是不同的 那這裡我們在下次的時候再說 我們今天就記住這麼多 因為我覺得都算好像很多這樣 在每一個影片呢 我希望儘量說 少少少少少 讓大家不會記得太辛苦的 因為如果是我去看別人的影片的時候呢 我都會覺得 啊 如果他每次是說十個以內就好啦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這樣的想法呢 如果有的話 你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 待會兒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手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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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